自媒体做不下去了 自媒体的冬天到了 不管你是百万博主还是千万博主 大家自己点进去看我的主页 看看我是不是有一百多万的粉丝 我也算是一个百万博主的 但是呢 我说做不下去就真的做不下去了 自媒体的这个风口已经过了 趋势已经不在了 那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呢 我也很迷茫 我作为百万博主 百万粉丝的博主 我很迷茫 我不知道干什么 现在我的粉丝就像是一个假数据 一直摆在那里一文不辞 而你说要赚钱也赚不到 只能摆在那里让大家看到 我也是个百万粉丝的博主 你说挣钱呢 真的是挣不到的 我说做不下去就真的做不下去 大家请相信我 大家自己看看我现在的内容 播放量特别特别的低 点赞量特别特别的低 而你说我能挣多少钱 那真的是说出来我都觉得 说不足口 我每天的播放量大概有十万左右 而我十万的播放量可能也就十来二十块钱 你说这十来二十块钱能够养活我吗 连我自己都养不活 更何况我还要养家 我是一个百万博主 大家以为百万粉丝的人很赚钱 但是其实不是的 像我这个账号 每天最多就只能挣个十来二十块钱 最多的时候就三十块钱 真的真的是很难养活一家人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干嘛了 我作为百万粉丝网红 我也很迷茫啊